车内针帮我开一下好不好 来 妹妹你下来一下 你车行是会接吗 远警大阵仗拦截围捕 原来这辆车上经报有女子 被当街掳走 警方即刻救援 怀孕女子竟被压揍 压她的人竟是男友 一直吓得向妹妹求助 警方制裁及时拦人 可惜男友被带还十口否认 一口一句是要带女友就医 原来四号凌晨 两人在板桥吃羊肉炉争吵 男方要求前往她的三重住处 女友以怀孕不舒服为由 表示要回家 想不到男方竟强行 把人带往双核医院 还限制女友使用手机 女子实在下报 借口要去找妹妹 拿健保卡求助保安 男方有毒品前科 这次没收到违禁品 但只因为口角不开心境 当街强压掳人控制行动 造持有暂时保护令的女友 恐怕再度行遂 记者杨琪浩 黄玉兰 西北市报道